为了拼公投 蔡政府从恐惧牌到现在难道不演了 直接恐吓牌吗 新北市议员呢 这个喊出要新北市民将不同意票 冲到前国第一 到时候将合一合二场的高合费量 通通送到反对票最少的信誓 我们先联系裴轩告诉大家 来 各位单场 我们今天请到大师吧 我们聊什么议题呢 聊到现在真的公投的最后催票进入倒数 我们也都知道蓝绿双方蓝绿白啦 其实大家都是非常紧锣密鼓 而在准备一些最后的宣讲 那在昨天的这一场 这个公投说明会上面 民进党场的 我们要讲讲看的是 民运党的新北市议员何博文 他讲了一期话 句句都带着直接的恐吓 已经不是恐吓牌 直接出言恐吓 他说这个重启核四这一题 如果我们不反对票 我们一定要给他冲高 到时候过了之后 我们就要把这些合费料 是说合一合二场合费料 直接运去那些反对票 相对比较低的县市 一字话公平吗 这个是非常的一个 一个叫做非常投机 而且赤裸裸的恐吓台湾人民 而且看准别人不了解合费料 对 他就以为说 大家都很怕合费料 核能的安全的问题 说如果万一出事情的话 大家排队要跑 什么之类的 这道道地道恐吓台湾人民 核费料 核安全的问题 前核市场的厂长 我们不会讲得非常的清楚 这个都可以处理的 已经我们核一核二核三 请问费料怎么处理 现在还在发电呢 还在发电呢 他核费料怎么处理 就这样处理 就地处理 就地处理 基本上全世界 也都这样的标准 就地处理 就地储存 所以是有办法处理的 那你现在说 我要把说 如果哪一个地方 开票开得比较 就反过他们的 反对他们的 多的话要把它送到那里 他凭什么 请问他凭什么 他凭行政院 他是行政院长吗 敢做这样的下令吗 这个就说以不均衡 事不休导 叫乱讲一通 毫没有常识的 我们再看一下 台湾的核电的管理能力 全世界排名第五名 赢日本 赢美国 赢英国 赢法国 这么好的管理 不要忘了 到下为止 核电厂到下为止 出问题的三次 输货一次 美国一次 日本一次 日本是管理的问题 不是核电厂本身的问题 是管理问题 他那个燃料棒太热了 水没有进来 没有那个机制 我们核三厂就有这个机制 核三厂旁边就有一个机制 如果炉心太热的话 他自动就有一个洒水的系统引进来 自动的水存在那里 日本的大潜盐益来看你以后 说了不起 台湾有这个设计 如果日本有这个设计的话 日本就不会发生311的事件 就这么清楚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已经是减核不是潮流了 现在都是全世界都是重启核电厂 日本311之后 因为他用大量天然气 一年之内是受不了了 他的天然气进口 让他的贸易原来顺差6兆多日币 变成路超6兆多日币 也就是说赚变成亏了 所以他整个重启 到现在为止 日本重启9座的核电厂 这些为什么核不文都不去读一读呢 为什么不跟老百姓讲一讲呢 而且老实讲 核电的安全 你说万里危险大家都没有地方跑 那一样你搭飞机摔下来 有没有人可能生还 几乎都没有人生还 激励问题 我刚刚说了 核电这么久的时间 出问题就这两件 对不对 数二一次 那时候叫苏联 美国一次 这两个 日本那是管理的问题 加起来三次 全世界四五百座的核电厂 新建中也上百座的核电厂 那么在欧盟已经把它界定说 核能是绿能 它不会有污染的问题 现在减排减碳才是世界的新的潮流 这个民进党是据说的好把人系 他现在警报着非核家园这个神主牌 拼命在这个烧炭 烧这个天然气 一样都会有PM2.5 都会致癌的一个危险因子 那人民的健康怎么样 用肺发电 用爱发电 这个东西他要讲清楚 他现在用恐吓的语言 其实下不了台湾人民 台湾人民是血量的 全世界的趋势 就是开始回来用核能 因为他是安定 基载比较方便 而且可以真正的稳定 整个的一个用电的一个来源 所以清清楚楚看得到 减碳减排才是现在的主流 减和不是现在的主流 但这样讲其实刚刚我们赖委员 他随便信手拧来就讲了很多的资讯量 那不知道这些资讯量到底 民营党他们可能也不想传达 给我们一般小老百姓知道 不过我觉得比较尴尬 是要是到时候就是新北市开出来的 同意重启核四的票比较多 大概怎么样 是不是就是如你所说的 那我们的核票就留在原地 那这样不知道他该怎么说下去 刚刚委员还特别提到的是 他还讲了另外一件事 就是如果今天 如果核四发生危险的话 这样大家连要跳海都要排队 这个如果说其实也就是变得 很没有科学根据 没有错 那我刚刚说过了 那就是如果摔飞机穷都死掉 那你就永远不要搭飞机了 是这样子吗 对不对 那如果核电厂爆炸 那个影响是很大 没有错 没有错 可是到现在为止 大家还是要用 为什么其他世界国家 都没有这个认识 只有台湾 只有他比较聪明 只有民进党比较聪明 那你好了 那现在核电摆在眼前是 核能一下占我们的 这个发电来源 11% 2025年之后 11%怎么补 他没有告诉我们怎么补 他一直没有告诉我们怎么补 而且现在绿能 到2020的 到2025的时候 之后 飞和家园开始启动 他到20% 目前就6点多% 差14% 14加11 25%怎么来 没有告诉我们 那就拼命要烧炭 或者烧天然气 又增加肺癌的机会 这个都没有告诉我们 这个东西 这个非常不负责任 而且只会恐吓人民 为了政治上的考量 为了他的政权保卫战 所以人民要出来投 四个都同意 当然感谢委员 保卫时间线委员 谢谢 其实先搞懂公投的主文 并搞懂背后的这些背景资料 您刚刚有听到就是新北市议员 何博文 他的这一席话 其实带来两个恐吓条件 第一项就是他告诉你说 如果今天哪一个县市 他的同意票大过于不同意票 而且不同意票开的特别低的话 之后的合一合二场的 包含是燃溜棒 或者是相关的合肥料 都要送到该县市去 这是让人家觉得说 这次你直接是恐吓 已经不是恐吓牌了 而另外还讲到说 如果核四发生问题的话 大家连跳海都需要排队 我想在此时此刻 我们公投的宣讲 进入到了最后倒数 可能在打将相关的恐惧牌 也许对他们来说 操纵是比较容易 但相关的人民 我们全台湾 面临这些能源缺电危机 或是相关的环境保护 甚至是食品安全的问题 真的不能只用单一的 口吓的句子 就能够一篇盖全 我们把视频镜头交换给彭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